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单立人一个二 但是他由隐语 隐身为就是人 一瓶一纳这个人 就是一个果子代表一个皇帝 既新既故说的谁啊 武则天啊 因为武则天在当时 这推背图所写的时代 他呢已经算是一个老人了 但是呢他后面又是一个皇帝 所以又算新人 所以他讲的是他 我们再看一下颂词 颂曰 万物土中生 二九先成十 一统定中原 阴圣阳先结 这很押韵啊 这很有意思 这个万物土中生 实际上他讲的是什么呢 讲的是物银年那一年的事 物呢就是天干当中的土 银呢就是一年的开始 代表银月 代表什么呢 代表正月 有句话叫一日之计在于尘 一年之计在于银 所以什么意思啊 万物土中生就告诉你 从物银年开始发生一件事 那么二九先成十 在这里啊 这个字是一种隐藏 哎 过去啊 这种称语 这种诵词 都是很有意思 是经过字迹推敲 换了一些字 就不让你轻易的能读出来 对吧 要不然的话就不会叫称语了 那么你看 二九先成十 就是指的是 二和九 就是二十九这个数 先成十 这个成 通假成 成法的成 而这个十 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十 就是二十九乘以十 等于多少啊 二百九十 什么意思 就是二百九十年啊 是整个唐王朝啊 存活了二百九十年 一统定中原 就是指唐高祖李渊 啊 开国皇帝嘛 一统定中原 殷胜 杨先纪 什么意思 其实主要讲的是 一些篡位的女人 比如咱们的 唯一的女皇帝 就是吴泽天 在此之外啊 由于她开了先河 后来的伟皇后 也想学习吴泽天 哎 居然赐毒酒 把她丈夫给杀了 包括 还有一位太平公主 啊 也是 也想篡权 也想当女皇 都是 这就是殷胜杨先纪 那么整个 不管是 称语 还是宋慈 他所在的历史背景 什么样的呢 他其实讲的就是 唐朝整个二十一代史 那么首先 开国皇帝 李渊玛 对吧 唐高祖 他呢 拿起了天下 没多久 好 发生了玄武门之变啊 结果被逼退位 成为太上皇 紧接着呢 就是他的儿子 哎 李世民当了证 李世民呢 搞了玄武门之变 这家伙就喜欢打仗 身边呢 高手如云 徐茂公 李静 还有秦琼 玉池公 等等等等 很多啊 在位期间 搞了个真冠之日 还是非常不错 哎 鼎盛天下 第三个皇帝 唐高宗 李治 这种 就出了名的 怕老婆 怕谁啊 武则天 第四个呢 就是武则天了 武则天在位期间 有贡献吧 修了大大小小啊 听说哎 一千多的寺庙 很好 但是也太狠了 杀了不少人 连他的儿女都给杀了 你想想 如此之狠啊 真是最读不过夫人心 第五位皇帝 就是唐中宗李显 这种啊 在历史上有个名词 叫六位帝皇文 为什么呀 因为他父亲是皇帝 他自己是皇帝 他的儿子是皇帝 他弟弟是皇帝 他侄子是皇帝 最关键的是 他老母也是皇帝 但是这种啊 死得惨 被他的皇后 哎 伟后给杀了 啊 赐了杯毒酒嘛 哎 因为伟后想篡权嘛 第六位皇帝 是瑞宗李旦 李旦的继位挺有意思啊 哎 他是两次上 但是两次都下来了 哎 最后一次是什么呢 就是 是他的儿子李隆基 把他扶上位 但是没多久 哎 他就下来了 跑后宫 哎 当这个派上皇去了 第七位皇帝啊 就是大名鼎鼎的唐玄宗李隆基啊 也叫唐明皇 他之所以这么出名 也感谢他的老婆杨玉桓 杨贵妃啊 整天啊 这主什么事都不干 就知道天天跑这杨玉桓的被窝 所以以至于后人 解了他们的词 叫什么呢 在天愿做比翼鸟 在地愿为连李之 成为佳话啊 后来杜牧也写了首诗嘛 一记红尘非子孝 无人知事立之来啊 第八位皇帝 就是宿宗李亨 这主啊 是趁乱当上的皇帝 趁什么的乱啊 就是安史之乱啊 第九位皇帝 是戴宗李裕 这个皇帝啊 挺逗 本来这皇位就是他的 但他等不及 好 带着一些兵马 就直接逼后宫去了 他的父亲 就看着他这种情况 好 被吓死了 他呢 就幸福的当上了皇帝 第十位 第十位就是德宗李阔 哎 这主啊 很悲催 为什么呀 当时他所在的时代 正好是藩镇割据啊 他呢 还想削藩 可是呢 削藩不成 于是呢 就倚仗着太监 结果呢 历史证明 凡是太监当政的时代啊 没有皇帝的好果子吃 第十一位皇帝 是顺宗李宋 这哥们儿也是悲催 为什么呀 好 他自己有孩子 结果呢 他的身边大太监 一个叫聚文贞的人 抱着他的孩子 对着孩子说 你叫我为父亲 好 就这样 把这李宋给气死了 第十二位 是县宗李淳 这主挺有意思 就想成仙成道 结果吃错了药 一命呜呼 第十三位 是穆宗李恒 这主啊 也是短命的皇帝 二十六岁当政 三十岁就轰了 第十四位 是敬宗李战 这主在位期间 没什么业绩 就知道踢球 而且耗夜里踢球 结果在位三年 十八岁死了 第十五位 是文宗李扬 在位期间 出了一件什么事啊 甘露事件 他就是一傀儡皇帝 第十六位 是武宗李延 这主呢 也跟宪宗一样 服毒而死 就是吃错了药而死的 他在位期间啊 发生一件事 就是武宗灭佛 很多人说呀 这家伙 之所以短命 啊 三十三岁死的嘛 好 就是因为有可能灭了佛 而导致了报应 第十七位 宪宗李臣 也是服担药而死 第十八位 是宪宗李璀 这个人啊 在位期间也没什么业绩 他的皇位呢 是这个太监赐予的 在位期间 国事家事一团糟 第十九位 是西宗李轩 在位期间 就好打架骂人 斗鸡斗狗 由于后来啊 发生了皇朝起义 指的是逃窜 所以在政期间 流亡十六年 第二十位 昭帝李业 他在位期间 其实啊 唐朝啊 已经是半壁江山都没了 末代皇帝 也就是第二十一帝 就是哀帝李柱 这主在位的时候 实际上已经被 后梁皇帝朱温将要取代了 只不过这朱温想当皇帝呢 又不好意思说 怕天下人的骂他 那怎么办啊 只得找这么一机会 让这李柱 擅让给这朱温了 以上呢 就是串讲了唐朝的二十一位皇帝 那至于推背图的后面又讲了些什么呢 且听下回分解 那你不过来就会讨论了吗 不过来就会说 那你不过来就会讨论了吗